複利10倍速 賺錢要快速 大家好 我是許民雄 今天是5月20號 今天看來好像沒有520行情 那今天台北股市下跌了90點 那現在 其實現在當沖率非常的高 那昨天的當沖率 在創歷史新高48% 哇 幾乎看一半 一半都在當沖 那所以整個盤面上來說的話 會籌碼會比較凌亂一些 那操作上的話 策略也是要改變 你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那整個盤面上的話 你可能早上 你可能在早盤11點前有賺錢 到了1點 你可能已經都 前面賺了可能都沒有了 昨天就 昨天賺的也沒有了 因為當沖可能 那到底 現在也沒什麼叫做措殺 也不算什麼叫做措殺 跌就是跌 那現在 因為 以目前來說的話 現在疫情 這個新冠肺炎疫情還是非常的嚴峻 那現在還是蠻多力確診 那這還是要自己還是要出門要記得要戴口罩 那這是一定要的 那現在因為我們目前為止 那疫苗量還是不夠 那還是要還是要靠疫苗 那疫苗才能讓我們正常的一個生活 那現在 那我是有在今天在中午的節目 那盤中的節目我有說到 像我們台北股市來說現在 以目前我的看法 那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一樣 還是有一個重點的地方 就是記得要融資 融資這邊不要做 不要用融資 因為現在 那好不容易現在融資已經是被追殺了 500多億了 500幾億被砍 而且砍在最低點 砍在這一天 禮拜一 禮拜一的最低點 外資把我們都接走了 外資當天買了330億 然後再創破斷新低 在這裡 那融資當天在禮拜一的時候 那總共禮拜一是融資減少了162億 非常大的減幅 那全部外資都減走了 那隔天之後就來的 來的史上最大的漲點 792點 真的是 所以不要用融資 記得不要用融資 買股票 在這個階段 你不要先不要用融資 那目前來看的話 現在 我 我的看法 現在的行情 那接下來 我有說過 大概 就是 我們抓大概是一個 1萬6千點 那當然這可能是在一個 會一個區間的一個震盪 那哪時候會整個盤勢會往上拉上去 在1萬7千 再創歷史新高呢 那這段期間可能要稍微等一下啦 因為以現在目前來說的話 你說政府在1萬6千點 現在要拉指數拉到1萬7嗎 我覺得不太可能啦 但是他要維持1萬6千點 有可能 有可能 這是有可能的 那這是我以目前所看到 觀察到的盤面上 那政府現在是在1萬6千點 他是想要維持 那不一定 那當然會有 你說會不會一定1萬6千點 沒有啦 沒有那種一定的啦 沒有那只是一個我說的是一個 盡可能的維持 那我們政府現在目前維持 因為現在疫情還是 還是有風險 那隨時都會有 都會有非理性的殺盤 隨時都會有 那這我在盤中12點我說過 隨時都有非理性的殺盤 就是非經濟因素而殺的盤 這殺盤好不好 那當然 當然對我們 如果對我們來說啦 當然是以我來看的話 是一個好事 為什麼 你資金你不要把它買 你只要資金控管好 等到有在往下殺的時候 只要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不是經濟的問題 可以多可以著量的來加 來買進 著量的來買進 你不要一次把它買到滿 要買三成一次把三滿三成都壓下去 不行 你先買一層 先買一層 賺錢的再買一層 有賺錢再買一層 這樣子一層一層的跌上去 這是 當然啦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的操作是我們現在所做的策略 當然這從上一週開始 我們就已經提前的來部署來做這方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外資是在這一天 這一天大買禮拜一大買的時候 但是到了禮拜三 昨天就已經大賣了兩百九十幾億了 那這禮拜一當天他們減便宜的時候 他們減了三百多億 那已經又倒出來了 所以現在外資他們也是 他們也是做得很短線 那非常短 所以操作上 其實我們在上一週 我們就已經開始在做短線的方式來交易 然後這是一個 以目前來說的話盤面上 因為這個盤勢 那你就像我說的 因為現在盤勢來說的話 你經常會遇到非理性的沙盤 所以你要記住這句話 那在這一個盤面上 最近操作這一段期間 那五月份的這段期間是比較辛苦 那辛苦 那我不知道你目前為止你 你手中你的狀況如何我不知道 那以現在來說的話 我認為 以目前的點位的位置來說 那資金還是要控管在五層之下 五層之下 那當然如果是在 在一萬七千點這裡附近 這裡的話就是要控管在三層之下 這你看我節目我之前都是這樣來告訴你 不是今天才來說 那我們現在就是維持跟上一週我們鎖定的策略 我們最近我們要來做的方式就是 那我們是要用這一個策略 所以就是我們不買投機股當然這最重要的 那當然是不能去買不能去買投機股 我們要買找GEO的底部股票來買進 那現在因為我看到投資朋友來找我的 他們手邊的一些股票都是屬於比較像是一些題材性 那他的獲利能力到目前為止還是還是題材 但是他獲利能力不怎麼好很差 但是股價在天花板那怎麼辦 那我還是要建議他把它給賣了還是要賣換股來 為什麼因為那些股票他沒有基本面來支撐 沒有股價拉到高檔的地方 你沒有基本面沒有沒有基本面來做支撐 萬一跌下來 那沒有人在炒作怎麼辦 那就直接怎麼上去就怎麼下來 這我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這樣子 你沒有基本面的支撐你就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而且下會更低會更底下 會下到地下市幾樓 這是不一定的 那就是不一定 那目前為止我們現在所做的策略就是 用這個策略 那底部的地方 買基優股 當然 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的操作還是一樣 當然還有一些策略 基優股的話 底部的基優股有些條件就是一些 現階段就是還是要 我們會鎖定 我們會鎖定像有關於像高惡力 高成長低本利比有沒有這些股票 有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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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股票都有啦 那沒關係 等一下我再來跟大家來 我們再來看 那先來說說最近的投資的一些策略 那這次可能會比買股票這些還要重要 我認為還要重要 因為買股票其實買很簡單 那你有錢就可以買了 但是現階段要怎麼樣來操作來看待 就是這就是重點 這就是重點 那 現在我們是用這個短線的計畫 那先搶30% 因為最近我看到很多投資朋友來找我的 他手中的一些股票都是 都是跌30% 40% 都有 高檔下來30% 40% 那甚至有已經有 有的將近有快要到50% 也有將近快50% 也有 那 那 就先搶 先搶30%啦 你說50% 還是以目前來說 如果要短線上要搶50% 還是有一些 我認為啦 還是有一些困難 30% 我們先搶30% 那先賺先贏啦 那你在那邊看 永遠看 在那邊看永遠看 前看後看 後左看右看 都一樣 就是沒有 你用看的就是沒有 你沒有動作就是沒有 那有動作的話還要正確 還有正確 現在不是 現在這個時期不是 射飛鏢隨便都可以賺到錢 不是沒有了 那個射飛鏢的 隨便射飛鏢能夠賺錢的時間 已經過去了 硬過去了 你一定要認清楚 認清 接下來未來的路 你要認清楚 現在就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 30% 那等到我們疫情比較和緩 和緩 我們就來拼 這個60% 波段的60% 這樣 這樣就要一倍了 這樣就快要一倍了 當然這30%是要先幫你 把你手邊的一些賠錢的一些股票 先把它賺回來 這一波損失要把它賺回來 短線 這是短線一個計畫 短線 那因為現在我來說的話 我們可能都會超出 可能今天買 可能明天後天我們就先出掉了 因為現在有10% 15% 我們就考慮就會一些股票 就要馬上把它給出掉 就要出了 以現在目前的策略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 就是我說了 現在這種非理性的沙盤 會時常出現 會很頻繁 所以你在操作上 不管如何 你有沒有加入我的會員 有沒有跟我一起來操作 你都是要非常的小心 非常的注意 那你如果跟著我來做的話 你走 我走了每一步路 你就跟我走 那這樣 那 那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 這是目前為止 我們這樣子來操作 我們再來看 現在 這個啦 這個方案 我認為是有很多投資朋友很需要的 就是 我們專案的會員 直接 直接 直接升到特別會員 那我親自帶你操作 那買多少張 我直接告訴你 你不用再猜 不用再想 我直接告訴你 聯絡你 電話 告訴你 聯絡你 買多少 當然 我第一個會先來給你 先來通知你 你有讀到 那你如果沒有讀到 你沒有已讀的話 我馬上再 趕快打電話給你 這是目前為止 那這樣速度最快 因為 我一開始要去 每一位 那因為 最近來說的話 每一位都要親自帶 然後去打電話的話 可能會 可以 延遲到大家的時間 我直接又先用戴 你有已讀 我就 不會再 撥電話 那你跟我 回格說 我收到了 這樣就好了 還是說 都可以 那我就知道了 那如果沒有的話 沒有已讀的話 沒有回應的話 我就會打電話給你 這樣子 這是我們親自帶的 特別回應 就是這樣子來帶的 來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 有一些重點 我要趕快來看一下 因為今天 其實最重要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不是什麼產業 這些現在都目前為止 都沒有什麼用 現在最主要就是要 有關於資金的控管 這我不斷地在這裡講 在17000點以上 不斷地在節目上 一直講到有些 像資金的控管 這我希望你能夠聽得進去 你才有辦法 能夠明哲保勝 那你如果 當然你如果是跟著 我們的做會員的話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在4月27號 融資很高的時候 我就叫大家 不要用融資來操作 那這一段期間 希望你也有聽進去 那也就恭喜你了 那不然的話 這一段期間 做融資的真是很慘 真的非常慘 那這是問題的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就是我們看到 來先來看一下 這奇亞幣 奇亞幣 那奇亞幣最近 最近奇亞幣 在這一週週末 週六週日的時候 有漲到1640塊 1640幾塊 最高那邊 那剛才我看的時候 最低有跌到 今天中午的看的時候 有跌到906塊 六七百幾塊 快要腰斬了 奇亞幣它幾天的 為什麼 因為這種虛擬貨幣 就是這樣子 我跟你說 你就不能看到價格 要看到未來的趨勢 未來的趨勢 這比較重要 那奇亞幣 目前不是奇亞幣在跌 所有虛擬貨幣都在跌 跌得非常慘 跌得非常深 那奇亞幣來說的話 那操作 我們不是操作奇亞幣 我們操作那個 去買這個挖礦工具的人 那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在中國那邊 可能會有一些限制 那中國政府已經 看他們準備要出手 有管制 要加強管制 有關於虛擬貨幣的一些事情 那這些的話 都會對這些 像虛擬貨幣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這些的話 如果還是未來的 未來的趨勢 你不懂沒關係 我懂 我告訴你 這是未來的趨勢 那很多趨勢是 政府他只能管得了一死 那其實這些你根本 他很難去控制很難管 非常難管 非常難管 這完全 這非常非常難難控管的 這是非常困難的 那這是工具 那就是威剛 威剛啊 石泉啊 這些我經常跟你講 但是最近來說 像威剛今天還有拉回 那漲多 其實他最近來說 都也漲了 從底部的地方開始漲 也漲了十幾塊 已經快要漲了 快要有 將近快要有 16%左右 那今天有稍微回檔 那是很正常的 因為現在來說的話 股票沒有那種天天漲 沒有那種天天漲的 那 我們再來看一下 跌幅也很重的地方 還有一個就是像以太幣 那以太 像今天我在盤中的時候 我聽到一些 今天有聽到一些報新聞的一些 那些主播 還有記者 他們都在講說 那這個板卡 那現在挖 比特幣 那板卡 板卡挖比特幣 那現在比特幣已經崩盤 崩盤了之後 現在那些板卡 現在都很 就沒有人要的 那不對 他講的是錯的 為什麼錯 像比特幣 早都沒有人要用板卡來挖 那根本挖不到東西 比特幣不是用板卡挖 他不懂 他不懂 他只懂的字面上的東西 那是錯的 那不是用板 比特幣不是用板卡挖的 比特幣是用 他們是用高那種HPC 高運算計算來挖掘 像之前的ASIC 已經都落伍了 像GPU 早就沒有在用了 現在GPU有在用 這板卡 這個GPU顯示卡在挖礦 是在以太幣 不是比特幣 那是錯的 那比特幣 早就沒有 那些什麼板卡顯示卡 那個要來挖比特幣 你別做夢了 挖不到 沒有了 那挖不到了 那以目前來說的話 這一個 這一方面的話 像中國今天他們有 有在 要來管控這個像挖 挖礦的事情 那可能還會影響一陣子 還會影響一陣子 那你造成今天的像板卡 其實 板卡 那當然啦 其實像以太幣來說的話 今天 這兩天 這幾天跌幅也非常重 那今天剛才 在2點55分的時候 我把它截圖下來 是收盤 收2670塊 還是有利潤 還是有利潤 這挖這個礦還是有利潤 這以太幣還有利潤 那 當然啦 那個要挖 要挖 要挖 比特幣的話 那非常困難 這不是一般 要知道企業級 才有辦法去挖 這是一般人 沒辦法挖的 那是沒有的 不可能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像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股票好了啦 一直來講產業 我們還是要先看一下股票 像 2377 維新 我說到維新 可以看到最近 也開始震盪 那我也說啦 那大概都在底部啦 大概是基優股 基優股 高成長高獲利 低本利比 就是維新啊 維新啊 那這一波拉回 這樣子 你看到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嚇人 不嚇人 其實不嚇人 你看到 他們這邊的人啊 這邊買的人啊 不害怕誰啊 誰在這邊買啊 你看到 這個人是誰 外資 他在這邊不害怕 他全部都買在這個 高檔的地方 尤其是在這個高檔 這裡附近的地方 他買的是最多 買的最多 在這高檔地方 外資買最多 他都不害怕 他都不害怕 那 現在可不可以買 那今天像 像今天的利空上 可不可以買 我的看法 那在這底部的附近的話 可以 著量的買進 我們也 著量要來接 維新 還有 還有一檔股票 像 還有一檔股票 我們再來看一下 像 2376 這我剛才說的 像技嘉也是一樣 今天跌停板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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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最近這個反彈 從這裡這樣反彈上來 反彈了25% 25% 我心裡想 反彈25% 反彈25% 那 現在呢 今天跌停板 那 在這一個 他只要是有回到這裡的附近 只要有回到這裡的附近 這裡附近 這裡附近 我認為 那這個地方是一個買點 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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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今天 跌停板的時候 我也在考慮說 要不要進場 那想了一下 因為現在 還有 不是只有說他 板卡的利空而已 還有 疫情 那 這個新冠肺炎的 像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還是要 著量一下 那 等第一點 明天 如果再開地下去 再開地下去 我們就會 就會 就會 進場 那 也希望你如果想要 跟我們一起來操作的話 我歡迎你可以到 賴生活圈來這邊來留言 來 來留下你的電話 或是打電話來 都可以 那我會很快來幫你 幫你處理 那也希望說 這段期間 那 那 我也希望說 把你手邊 你現在的股票 你在高檔一萬七千七百零九點 那那個時候 往下墜下來的這三層 把它 拿回來 我還幫你 那我盡快的來幫你 短線上 幫你把它給拿回來 那 那 所以 我做了這些 做了 同時我們就有做的這些活動 那就 目前就是 這個策略 就是要做一些高獲利 高成長 高本利比 低本利比 說錯了 高獲利 高成長 低本利比 你千萬不要買到高本利比 現在目前為止 一定要有基本面 你沒有基本面來支撐 股價很容易 跌到 地下幾層都不知道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你要特別注意 那 短線 我們現在在短線計畫 那 你如果想要加入 短線的 短期間的會期 也可以 我也容許 那 來收短期間的會期 那 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可以來電 那或是到來生活圈 來這邊留言 留下來電話 那我來 儘快 叫我 付人員來跟你聯絡 那 我們在 這一個是可能 對大家幫助 可能會更快 那 可能會更快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直接來問我 都可以直接來問我 特別會員 那中央會員 直接申特別會員 那我親自帶 帶你操作 那你如果有任何 什麼樣的問題 你可以隨時 可以跟我聯絡 還是給我留言 到Line裡面 那我們一對一 那我跟你留言 都可以 那我們 我希望對這個 對你可能會有比較大的幫助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你說要買 目前來說 就是還會有 不斷的 會有不斷的非理性的一些沙盤出現 會不斷的出來 所以你操作上 你如果沒辦法掌握的話 歡迎你來 跟我們一起來操作 我來帶你走過這一段 那也希望說我們 你如果跟我一起走的話 走這一段的話 我希望也是 也能成為你 你的很愉快的一個旅程 那 而且把 高檔地方 這一波殺下來的 把他腿轉回來 這是我們現在的 短線的一些目的 那 長線來說的話 當然要賺倍數 這是我的 要賺倍數 這是我們 對我自己的要求 這我們也要求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記得出門一定要戴口罩 那不管如何 出門一定要戴口罩 這是 以目前來說 你還沒打疫苗的話 口罩就是 戴起來 就是像是有疫苗的作用 那很重要 很重要 那 也 今天就先到這裡 那也 也 祝你健健康康 這最重要 沒有健康 而且沒有用 那 這些才是最重要的 健康 那 也祝你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成功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